新闻时事报为您播报 海航员工收到高管的一封电子邮件 里面说把钱给我们 我们不会亏待你 这是海航集团的众多推销项目之一 作为中国的一家企业集团 海航在一场全球收购热浪 包括收购希尔顿酒店和德意志银行 等跨国公司的股份期间 积累了大约900亿美元的债务 该公司在电子邮件中推销一款员工宝产品 称员工投入超过1500美元 便可获得8.5%的收益 另一款类似的产品回报率为9% 还有一款产品提到的回报率高达40% 但员工需投入1.5万美元 这些项目都不属于员工持股计划 纽约时报查阅了其中的十几个 他们似乎是高利贷 海航是贷款方 员工是放贷方 海航向员工示好之际 很多中国大交易商处境艰难 一批中国大公司 因为在海外大手笔收购酒店 电影院和电影制作公司 而被政府处罚 海航便是其中之一 这些激进的买家欠债之大 以至北京认为威胁到了整体经济 海航正面临财务压力 近几个月 这家企业集团在全球债券市场的借贷成本大幅攀升 这表明一些投资者越来越担心 该公司偿还债务的能力 海航系的七家上市公司已经停牌 这表明会影响关键业务的重大广告 有可能正在酝酿中 此外 海航也开始出售资产 最近接受路透社的采访时 海航董事局主席陈锋 承认财务上存在困难 并发誓要克服困难 不清楚海航已通过员工 募集到了多少资金 海航的代理律师托马斯·A.克莱尔 在一封电子邮件中表示 海航向员工提供此类投资 以此激励他们 让他们分享公司的成功的做法由来已久 他说 海航从未把提供这些产品和机会当作融资途径 因为海航员工通过这些机会投入的资金 在筹集到的资金中所占的比例非常小 允许员工购买股票 或为员工投资提供其他方式的公司 全世界都有 但海航的项目提供的并不是该公司的直接股权 纽约时报查阅的项目都有类似的特点 即通过某些业务提供资金获得高额回报 在今年1月4日的一封邮件中 海航旗下的一个单位告诉员工 他需要近800万美元来为一家免税企业提供资金 他宣传的年化收益为9.8% 一周后海航旗下的媒体和娱乐部门表示 计划在员工中筹集近8000万美元 并需以丰厚回报和扩大业务的承诺 一些邮件要求的投资金额较大 另一些邮件则强调 员工必须至少投资多少钱 才能获得丰厚的回报 1月17日的一封邮件称 介绍朋友和家人的员工可获得佣金 该邮件告诉员工可赚取丰厚佣金 但邮件没有细说 在1月的7天里 海航的一名员工收到了7个不同的项目 中国公司经常向个人投资者或自己的员工筹集资金 但据一些中国金融专家说 这样的做法是公司有问题的信号 这是一个当公司实在是没有其他融资来源 举步维艰时的非常手段 企业研究公司美其金投资咨询 共同创始人杨思安说 2011年中国东南部温州市 一家名为温州利人教育集团的小公司破产 因为无力偿还给员工及当地居民 那里借来的7.9亿美元后 成为了全国性的新闻 据中国媒体广泛报道 2015年 当一个名为大大集团的P2P网上平台 发现自己处于财政困难时 向员工施加压力 要求他们购买投资产品 为公司筹集资金 这两家公司均未回应置评的请求 内部集资是一种常见的企业融资手段 专家表示 在中国如果雇主清扫了监管方面的障碍 尤其是获得了来自该国央行的准许时 从员工那里筹集资金是合法的 中国人民银行没有回应置评的请求 海航有时会让员工直接上该公司自己的投资网站 聚宝会 这个网站对中国投资者开放 该网站还设有一个仅限员工的板块 海航常常在公开场合 将自己展现为这种做法的主要参与者 有着才能出众的领导层和可任意支配的庞大资源 根据发送给一名投资者的邮件显示 聚宝会已经在偿付一些投资者方面出现困难 在去年年底未能支付两笔投资的最后一次付款后 他承诺将在晚些时候以更高的利率予以支付 两名收到该邮件的员工说 最终海航予以了支付 华尔街日报早前曾对另一项海航投资的类似问题予以了报道 海航的律师克莱尔说 在聚宝会实际上持付应付款项的方面缺乏具体证据 此类说法或猜测不存在任何事实基础 随着海航面临来自国内外媒体关于其运营的更多质疑 这家公司已经向集团上下发了邮件 要求员工不要接受记者采访 根据一份时报核查过的内部文件 1月海航的人力资源部告诉员工 他们会被要求参加如何与媒体打交道的一个测试 与此同时 邮件不断涌至员工的收信箱 年终奖来了 一封发于1月15日的邮件说 内容是关于一项与海航旗下的 前海航空航运交易中心有关的投资 邮件一角为一个微笑的钱筒 它不断的溢出金币 第二天又发来了另一封与航运交易中心有关的邮件 里面说到了 中国大城市学校和房产不断攀升的成本 然后将其与一款名叫满斗金的投资产品做了对比 该产品要求最少投入16美元 以上是柳城为您播报的新闻时事报 感谢收看 我们下转发 rum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